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知识点 10我们叫一个什么呢 叫做一个浮动 叫做一个浮动 来说浮动之前呢 我们先写这么一个东西 来一个这么一个DIV 来一个什么呀 Class 来一个这个Box1 多写几个 Box1 Box2 Box3 三个小盒子 然后写一个style 来个样式 第二一个Box1 给它来一个YS 来什么呢 来一个 E200个像素 然后呢 Hack也来一个200个像素 Background Color Background Color 我们来一个这个Ride 然后我这复制几个 走走 这是我们这个Box2 这是我们这个Box3 颜色换一个 这是来一个这个Blue 这是来一个这个 Gro 中间这个来一个这个Yellow吧 黄色 现在我们说有Box1 2 3 三个DIV 三个DIV的宽高 都是什么呀 200个像素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一个红色 一个黄色 还有一个什么样 绿色 那么说这个写完了以后 我页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效果 我这一刷新 不是它 Ctrl 运行 是不是竖着排了三个大行块 这是我们Box1 Box2 Box3 那么说这是为什么呀 块元素在文档流略 是不是默认垂直排列 所以我创建这个三个块 都是在文档流略 所以看到123 是不是三个 竖着排过来了 竖着排过来了 所以注意我们说什么呢 块元素 再强调一遍 块元素在我们这个文档流中 干嘛呢 它默认就是什么呀 垂直 垂直排列 垂直排列 所以什么呢 所以这三个DIV 什么呀 自上至下 依次排开 依次排开 所以最上边是我们这个Box1 然后中间是我们这个Box2 然后是我们这个Box3 那我们说了 那我们之前说了 我们用我们 我们这个页面里边这个DIV是个块元素 这DIV我转用来干嘛呀 是不是对我这个页面进行布局啊 进行布局 但是这就出来一个问题 那我们说了 块元素在什么呀 在文档流里是不是只能是垂直排列呀 那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这DIV你无论怎么布局 我能不能写出两个列来 我能不能写出这样两个DIV来 不能啊 为什么呀 在文档流里 它是不是一直都是垂直排列的呀 但是我们上网的时候我们说 那你这个网页的布局 我有可能干嘛呀 我横着一篮我下桌可能什么呀 一下子我放什么呀 我放四五篮 甚至放放七八篮 是不是放很多篮啊 哎 放这么多呢 但是你这么用DIV布局的话 你再摆你也就是什么呀 你是不是也就竖着一篮啊 哎一篮 那所以如果说只能竖着排列的话 我们这布局还行不行了 不行了 那现在我希望什么呢 现在一跟这呢 我希望干嘛呀 我让二干嘛呀 上这了 我让三干嘛呢 来这儿 换句话说 我是不是希望这三个DIV 横着排呀 哎 横着排 哎 那我怎么让它横着排 哎 有一种方式啊 有一种方式 我们刚才说了 有一个什么呀 迪斯 迪斯普雷还记得吗 哎 迪斯普雷有一个什么呀 叫做一个阴烂 Block 你说可以使我把这个元素变成一个横内块元素吧 那你变成横内块元素了 是不是就横过来了 哎 就横过来了 我们来看个效果啊 保存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确实横过去了 哎 但是 有个小问题 发现什么了 中间是不是有一负二啊 我也没有设置外边具 这负二是哪来的呢 哎 那我们注意了 我们这叫什么呀 叫做行内块元素 行内块元素 行内元素 你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呀 理解成一个大的文字 那我们来看 那就把它当成一段字 那你发现两个标签干嘛呀 它之间有什么 是有空格啊 那么说了 空格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这空格是不是默认给你显示了 所以他这个空白是由于什么呀 由于两个标签中间有一段什么呀 空白 如果你不想要干嘛呢 你把这个中间的空白给他去掉 保存再刷新 走你 是不是贴一块了 你看这怎么还有 后边是没去掉啊 哎 没去掉 来 我给他去了 我一保存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过来了 哎 挺好 但是这玩意儿 他有问题 对吧 那你想我现在就得带来一个问题 我这div我只能干嘛了 我只能横着写了吧 哎 老让你这么写 你得干嘛 你得疯是吧 哎 很麻烦啊 很麻烦 所以用这行那块呢 可以 但是稍微的有点麻烦 那我们想想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 有什么简单方式 那注意了 我们来看 块元素 在文档流中 默认垂直干嘛呀 垂直排列 他只有在什么呀 在文档流里才垂直排列 那我一想 我想干嘛呀 我想让他水平排列 我可以干嘛呀 我是不是让他脱离文档流啊 哎 脱离文档流 你说白了 我让他干嘛 我让他从这个文档流里 飘飘呼呼 飘飘飘飘 给他妈 是不是飘出来呀 哎 那飘出来以后 他还受不受 这个文档流的约束了 不受了吧 哎 不受了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说干嘛呢 那么说 如果希望我们这个块元素 在我们这个页面中干嘛呢 水平排列 可以什么呢 哎 可以使我们这个块元素干嘛呀 哎 脱离 哎 脱离文档流啊 脱离文档流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脱离文档流啊 那这里边我们说了 叫什么呀 我说让他飘出来呀 那怎么飘啊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 使用我们这个 哎 浮漏 来干嘛呢 哎 来使我们这个元素浮动 哎 从而干嘛呢 从而脱离什么呀 哎 文档流 啊 从而脱离文档流 那浮漏 什么意思呀 哎 浮动 哎 或者形象一下 叫什么呀 气球的意思 那气球什么特点呀 哎 是不是会一直往上飘啊 哎 一直往上飘 换句话说 我可以干嘛呀 我给这个元素设置这个float以后 这个元素干嘛了 就会变得像一个气球一样 从我们这个文档流里干嘛呀 飘出来 那我们想 他这一飘出来 是不是想着呢 往哪飘 是不是就能往哪飘了 哎 就能往哪飘了啊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float属性 我们怎么来用啊 float属性 怎么来用 直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文档 回退 我们搜一下float 在这儿float叫什么呢 规定我们这个框是否应该浮动啊 是否应该弧动 点开它 我们来看它的样式 默认值是什么呀 那那说八了 就是什么呀 不浮动 不浮动指的是我们这个元素就在什么呀 文档楼里 继承性是什么呀 no 哎 不会继承 你要继承了 我这页面里是不是全都变成气球了 哎 全都飘起来了啊 所以这个继承性是no 然后我们来看它几个可选值 其实主要用的就是三个 一个是live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ride还有叫什么呀 na na 直接来说一下 叫什么呢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几个可选值 第一个值我们叫一个na na叫什么呀 叫默认 默认值元素什么呀 哎 默认在我们这个文档流中干嘛呀 哎 排列说白了 就是什么呀 没起来 没浮动啊 叫一个na 然后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 live的啊 live的叫什么呀 叫做元素会什么呀 会历界脱离文档流 干嘛呢 哎 向我们这个页面的什么呀 哎 左侧浮动啊 向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左侧浮动啊 那既然又浮动了 是不是肯定是 往上走啊 哎 往上往左这么浮动啊 向左侧浮动 然后再来看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啊 right right叫什么呀 哎 元素也是会历界脱离文档流 然后干嘛呢 哎 向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什么呀 右侧浮动啊 像我们这个页面的右侧浮动 来 我们来看个效果 直接来一个float 来什么呢 哎 float来一个 那这是给谁设置的 给box1设置的 还是定期化 我设置那有没有用啊 没用啊 没用 因为默认值就是他 所以我设置完了 是不是还是这个效果呀 哎 还是垂直排列 那好 那现在来干嘛呢 我给他改一个改一个什么呢 改一个right 哎 改一个right的什么效果 是不是向右侧浮动啊 哎 那我们来说哪 我box1是不是跟这呢呀 右侧跟哪啊 是不是这啊 哎 向右侧浮动就是指什么呀 往右侧走啊 往右侧走 来 我们来看效果 直接一刷新来走你 干嘛了 首先看box1是不是跑到我页面这个 右侧 右侧边来了 哎 你发现一个什么特别的 不仅box1过来了 干嘛了 box2box3是不是往上拱上来了 哎 那这是为什么呀 哎 我们说开始他们是一个垂直排列的吧 哎 然后我给我们这个box1设置一个浮动 他干嘛了 他是不是飘起了脱离了文档流了 那好 那他脱离文档流 他原来在文档流里边站那个位置 还在站不站了 不站了 他已经脱离出来了 而我下边元素干嘛了 那你看你不站地儿了 我干嘛呀 我是不是上来了 哎 所以干嘛呢 box1一浮动 我box2box3干嘛了 就往上去拱了啊 就往上拱了 所以注意 我们设置浮动以后 会使我们这个元素干嘛呀 完全脱离文档流 完全脱离文档流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说 当为一个元素干嘛呢 设置浮动以后 那怎么叫给他设置浮动啊 float属性是一个非 None的值 只要你的float不是那 就是什么呀 你就开启了什么呀 浮动啊 当一个元素 设置浮动以后 元素会什么呀 会立即完全脱离什么呀 文档流啊 会立即 其实完不完全的 无所谓 脱离就是肯定脱离了 没有什么完不完全的 是吧 就什么呀 会立即脱离文档流 那么说元素脱离文档流以后 什么呢 哎 他下边的这个元素 会什么呀 哎 会立即什么呀 哎 立即向上移动 哎 向上移动干嘛呀 是不是把他之前 那个位置给他站了呀 哎 会向上移动 所以这里边注意 当我们这个box一 一设置浮动以后 box二还有三 干嘛了 往上拱了啊 往上拱了 哎 那好了 那脱离文档流以后 他还干嘛的呢 那么说元素浮动以后 哎 会什么呢 会尽量 尽量干嘛呢 哎 尽量向我们这个页面的什么呀 哎 左上 或什么呢 或者是右上 什么呢 哎 漂浮啊 会尽量向我们这个左上或右上漂浮 那问题来了 什么时候往左上漂 什么时候往右上漂 哎 如果直是live的 是不是就往左上漂啊 所以你来看着 我这直flot 我来一个live的 刚才是right吧 right是不是漂右边来了 哎 我来一live的 一刷新走你干嘛了 是不是改左边了呀 哎 改左边了啊 所以注意他会尽力往左上 或者往右上漂 如果是左就是live的就是左上 如果right的就是什么呀 右上 但是你发现我改成左以后谁没了 黄的是不是没了呀 他总没了呀 他是不是没了 哎 他被什么呀 他被盖住了 来 我们把这黄的呀 大一点 来一个什么呢 250 宽和高都是250 我这一刷新走你 黄的跟哪呢 是不是跟这儿的呀 哎 黄的跑我们这个红的吓死了 这是为什么呀 还是回复他的一个状态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干嘛呀 我这个红的是不是 报克斯一向上 向左浮动啊 他浮起来了 他原来那个位置呢 是不是出来了 然后报克斯二干嘛呀 拱上去 拱上去以后 我们这个报克斯二是不是把背购 不是 报克斯一是不是把报克斯二给他盖住了呀 哎 盖住了 所以注意 我们浮动实际上干嘛呀 要比我们这文档流要 是不是要高一层啊 哎 所以我们这浮动元素 会盖住我们这个文档流里边的一个元素 啊 文档的元素 哎 这个能看懂吧 哎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浮动一个特点了 他干嘛呀 你设置live的是往左上浮 设置ride的是往右上浮 但是问题来了 这哥们是不是无限浮啊 他是无限浮啊 你看明显不是 他要无限浮 他是不是就浮出去了 一浮 从我浏览机里 就浮出去了 所以他不是无限浮动的 那他会在哪停呢 哎 他会上左上或右上浮动 直到浮到哪呢 直到 哎 遇到我们什么呀 我们这个负元素的一个什么呀 边块啊 直到遇到负元素的边块 什么意思 那你来看 我这div往上 他怎么不往上浮 这是不是还有空间呢 还有一块白呢 对吧 为什么不往上浮了 因为这儿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包地的一个什么呀 边块了 他浮到这儿干嘛了 就上不去了 他浮不出他的什么呀 负元素啊 负元素就是什么 就跟什么样式啊 那个孙悟空是不是飞不出那个如来佛祖这个 数上心啊 哎 同样我们这个子元素也浮不出他的什么呀 负元素啊 会遇到负元素的边块 就停止浮动 哎 那再来看 还有什么情况 来 那现在干嘛呢 我给我们这个box2 我们先给box1吧 先改回来啊 改成一个read 把box2显示出来 来 我这一刷新 走你 box1是跑这儿来了 2是不是跟这儿呢呀 来 看着我给box2设置一个float一个什么呢 float一个这个read 我让box2干嘛 是不是也向右浮动啊 哎 来 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 我这一刷新 咱们先看 你说我2向右浮动以后 3跑哪去了 3是不是上去了 哎 我一刷新来 走你 3是不是跑上面去了 为什么呀 还是那个原因 2一拖离分档流 是不是3就往上拱了呀 哎 3往上拱了 但是注意了 2是往右浮去了呀 哎 那我们说了 当你设置浮动以后 元素会干嘛呀 尽量的往左上 或者是不是又上拱啊 那注意了 我右最最右最上 是不是这块地儿啊 那问你了 box2为什么不往这儿拱 为什么到这就停了呀 哎 这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站着了呀 哎 有一个站着了 所以这里边注意 它不仅仅是遇到负元素的边块 会停止 如果什么呢 哎 直到遇到负元素的边块 或者什么呢 其他的浮动元素啊 直到遇到负元素的边块 或者什么呀 其他负元素 那什么意思呀 我们box1是不是先浮动的呀 他干嘛呀 他把这块地儿已经给他啊 占了 你box2往上浮 你浮吧 使劲浮 最多你干嘛呀 最右边 你也就到这儿了 因为这块位置 是不是已经被他站了呀 哎 所以注意啊 浮动是有限制的 往上 往左上 或者往右上浮 但是什么呀 他不会去超过他的负元素 或者干嘛呀 或者去超过其他的什么呀 浮动元素啊 浮动元素 所以注意浮动是有这个限制的 哎 那现在我想干嘛呢 我想让这哥们也过去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给他也来一个float 一个什么呀 red呀 哎 float一个red啊 我这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也过去了 哎 也过去了 那我想让他都靠左边怎么办呀 哎 我是不是都写这个left呀 哎 那我们会发现通过这个浮动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完成这个 将我们这个块元素给他 横过来了 哎 给他横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浮动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特点 哎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 还有什么特点啊 还有什么特点 嗯 来 我现在干嘛呢 我把浮动这块啊 我都给他住了 都给他住了 住完以后保存 现在一刷新 是不是都竖过来了 我来干嘛呢 我让这个黄色块干嘛呢 向右浮动啊 先右浮动 哎 boxer 我们这个黄色块 让麻的float一个 right 保存向右浮动 哎 那我们来说 这哥们 向右浮动 我们说了 一设置浮动 就向左上或右上 对吧 那向右浮动 是不是向右上啊 那这哥们能去哪啊 他会不会去这呢 会不会去这呢 这是不是最右上了呀 哎 没有比这在右上的了 会不会去这呢 来 我们这一刷新来 走你 干嘛了 他是不是还是在这啊 有没有上去啊 没有上去 为什么没有上去 哎 我们这个div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块元素啊 注意了 我们如果浮动元素上边是一个块元素 这个块元素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呀 就相当于是一堵墙 浮动元素上去上不去啊 上不去 到这就干嘛了 被他挡住了啊 被他挡住了 所以这里边又是一个特点 什么呢 我们说如果浮动元素上边是一个没有浮动的什么呀 块元素 则什么呢 则浮动元素 不会干嘛呢 不会超过什么呀 块元素啊 不会超过块元素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特点 他不会超过上边的快元素 那你说我就想把这黄子放上面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么说他们关键是什么呀 BOX1是不是在BOX2的上边啊 我可以让BOX1干嘛呀 是不是也浮动啊 也浮动 或者干嘛呢 调个位置 我把BOX2挪到什么呀 上边去 这回一保存 是不是就行了呀 你可以通过这个结构上去改变啊 通过结构上去改变 这个快捷键啊 按着Ctrl 然后方向键上下 可以调整个代码 往下一挪 挪下边 再往上挪上边的啊 可以调整代码的顺利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浮动 然后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特点啊 还有什么特点 来 我把这个什么呢 我把这个float还是啊 给它住了 住了以后呢 我来做这么一个事 一刷新呢 我来干嘛呢 我来让BOX1啊 向左浮动 BOX2呢 BOX2也向什么呀 也向左浮动 left 然后呢 我们这来一个什么呢 这来一个float BOX3我也向左吧 现在都向左 这三个麻了 是不是排一块了 排一块了 那么如果来一个BOX3个麻呢 float一个right 那什么效果 是不是跟左 跟右边啊 所以12在左边 而3在右边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什么事啊 现在我们这个元素 是不是都是二来个像素 换句话说 它比较 比较窄是吧 比较窄 来 我这样 我把这个什么呢 我把这个BOX1啊 调宽一点 来多少呢 来一个600 它是不是宽了呀 宽了 我们来一刷新 走你 宽了 虽然宽了 但是这一行 是不是还足以容下 我这三个元素 来 看着啊 我来干嘛呢 咱们先让它宽一点 我现在让它变窄啊 变窄 变窄到什么程度以后呢 窄到这一行 已经容不下 我们这个三个元素了 它会怎么办 干嘛了 是不是会自动的去 换行啊 自动的去换行啊 所以注意 如果我们这个一行里 不能足以 不能容下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浮动元素 则 其他的浮动元素 会干嘛 会自动去换行啊 会自动换行啊 好 这一块是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呢 接下来啊 我让报克斯二也干嘛呢 也宽一点 报克斯二是不是也600了 来保存 我这一刷新 是不是这个效果啊 来 我把这东西拖宽一点 宽一点 宽一点 哎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一向左幅 二向左幅 三向右幅 那问题来了 三向右幅 我问你了 这是不是我整个一面的最右上面 最右上 是不是 是不是这块啊 那你会发现三根这好像就有一堵墙一样 是不是又上不去了 哎 那这是为什么呀 难道一是块元素吗 但是一是不是浮动了呀 二是不是也浮动了呀 跟块元素应该没有关系了 那这三的为什么上不去啊 为什么上不去啊 哎 那注意了 这个什么呢 你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CSI里边的元素比较讲究 什么叫讲究呢 你们说浮动的元素不会超过他的什么呢 他的这个兄弟元素啊 不会超过他的兄弟元素 最多最多 哎 叫什么呀 一边 起啊 不会超过他 严格来讲啊 上边的兄弟元素啊 不会超过他上边的兄弟元素 最多最多一边起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 这是BOX2 这是BOX3 从结构上来看 我BOX2是不是在BOX3的上面啊 哎 你来看 我BOX3在哪呢 BOX2是在这呢呀 BOX3在这呢 BOX2在BOX3的一个上边 所以注意 BOX3你再怎么服 他也不会超过什么呀 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谁呀 二号 那我们来看 正好是不是这有一个边界呀 哎 他超不超过去啊 不会超过去 他最多最多和他什么呀 一边起 不会去超过什么呀 这条线啊 不会超过这条线呢 这都是他的一些什么呀 特点啊 一些特点 那我们说了 怎么超过呀 还是二跟三掉一个个一保存 是不是就行了呀 啊就行了啊 所以注意浮动元素 不会超过他这个兄弟元素啊 兄弟元素 好 那呢 这个呢 是我们说浮动元素的一个特点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我们通过float来开启浮动 只要直不是弄 就开启了什么呀 浮动 可以设置一个live的 或者什么呀 right 开启浮动以后元素会完全脱离什么呀 文档流 也就是说他不在文档流干嘛呀 再占用位置 他下边的元素会自动 拱上来啊 会自动拱上来 我们设置live的以后 他会像什么呀 向左上浮动 设置right以后像什么呀 向右上浮动 但是他不会超过他的什么呀 负元素的边块啊 不会超过他这个负元素边块 也干嘛呢 也不会去超过其他的什么呀 浮动元素 换句话说 他遇到负元素 或者遇到其他负元素 他会什么呀 停止啊 他会停止啊 然后呢 我们还说了 他不会什么呀 如果上边是一个什么呀 哎 没有浮动的一个什么呀 块元素 择什么呢 浮动元素 不会超过块元素啊 不会超过块元素 哎 如果什么呢 浮动元素 还是不会超过他上边什么呀 兄弟元素 最多最多什么呀 一边起啊 一边起 不会超过他啊 好 这是我们说浮动的一些特点啊 一些特点 我们来保存一下 先呢 停一下